Hello大家好,這裡是Tag Taylor科技說 你的科技變遷,我是主播Efra 最近討論度很高的兩副真無顯 Soundcore Liberty 3 Pro還有Sony WF-1000XM4 同樣支援LDEC的音頻編碼,規格也堆好堆滿 那最近打算要買藍牙耳機的朋友 恭喜你,正好有兩副很棒的藍牙耳機上市 而且售價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昂貴 如果你在猶豫到底該買Sony XM4還是Soundcore Liberty 3 Pro的話 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 沒來開玩笑的 一副藍牙耳機也不便宜 國外已經有非常多Liberty 3 Pro還有XM4的對比開箱了 那今天我要幫大家深度的評測 到底哪一副耳機適合你 影片開始之前別忘了訂閱Tag Taylor科技說打開小鈴鐺 你的支持是我們的創作動力來源哦 Liberty 3 Pro是測先式開盒 硬紙盒保護的效果蠻好的 在盒裝收納上的新巧思是耳塞跟說明書 已經不用再取出耳機後才能拿到了 一字排開減少換配件時收納的麻煩 WF1000 XM4則是改走環保風 外盒超級小巧 使用再利用的材質 打開上蓋就可以看到XM4本體 那拿開隔層就可以看到其他配件 雖然體積不大 但空間利用的很好 收納不佔空間 盒裝配件的部分 Liberty 3 Pro有四種尺寸的矽膠耳翼跟耳塞 裝空耳翼的設計可以減輕重量 並且更有彈性 那會有提升舒適度的效果 XM4則是有三種尺寸的 矽膠加海綿複合式材質耳塞 那海綿的耳塞小缺點是比較難保養 所以算是消耗品 使用一段時間後就會需要更換 Liberty 3 Pro的充電艙設計理念是太空飛船 滑蓋開合 那總共有四個顏色 午夜黑 雙花白 迷霧灰跟薄木子 那XM4有銀色跟黑色 以體積來說 他們兩副同樣這次都主打比前一代體積更小 那XM4雖然平放看起來比較小 但也比較厚一點 那整體重量也差不多 Liberty 3 Pro的大約是44克 那XM4輕一點點 41克 那都是Type-C充電 支援快充 無線充電 那差別在於XM4沒有藍牙重置按鈕 所以以耳機重新連線的場景來說 XM4稍微麻煩一點 耳機本體很有趣喔 剛剛好同樣都是黑跟玫瑰金的配色 那Liberty 3 Pro的氣節非常多 耳塞拔開就能看到這次主打的小金槍設計 那耳機的電鍍外圈可以看到 Powered by AC-AA2.0的小字 小金槍上也有印有同軸圈鐵的技術全名 還有騷扣的Logo 那更瘋狂的是 官方釋出的結構圖中 跟樓市聯合開發的動鐵像 也印有騷扣的Logo 簡直是生怕大家不知道 這次Liberty 3 Pro有 非常多很棒的專利技術 XM4對比Liberty 3 Pro的外觀倒是蠻內斂的 只有外側的玫瑰晶圓圈 是把降噪麥克風變漂亮了 哪規格都很漂亮的兩副耳機呢 一個外觀華麗一個外觀內斂 不得不在我心中有了一種 寄生魚和聲亮的想法 兩副耳機的重量也幾乎一樣 Liberty 3 Pro單耳是7.4克 那XM4單耳是7.3克 那我自己的主觀佩戴感受是兩副都很穩固 但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個人不喜歡海綿耳塞 因為我會有耳朵被撐大的感覺 那這點可以直接透過換耳塞改善 那在同一副矽膠耳塞之下 大家近看我的耳朵的話 可以看到Liberty 3 Pro外型大致上不會跟耳朵打架 那XM4戴起來會看到對耳輪的地方 有一點點被往後推擠 不過以上也只是針對我這一對小耳朵的體驗 那像我們的Daniel同學就覺得XM4戴起來很OK 所以佩戴體驗因人而異啦 售價4980的Liberty 3 Pro搭載藍牙5.2 音頻編碼支援LDEC ACSBC 防水係數是IPX4 發生單體為ACAA2.0技術下的通舟圈鐵 那結構是10.6mm加上NOS克制的樓式動鐵 6MI AI通化降噪 降噪通透功能 XM4一樣是搭載藍牙5.2 音頻編碼支援LDEC ACSBC 防水係數是IPX4 發生單體為DS11技術下的6mm動圈 那6MI加上鼓傳導感測 還有降噪通透功能 Liberty 3 Pro跟XM4的主動降噪都有自己的一套技術 那Liberty 3 Pro搭載的是Hear ID ANC 可以客製化降噪曲線 那可以根據對應的場景使用最適當的降噪聲度 那自適應的好處是讓降噪功能的耳壓感降到最低 XM4的降噪從上一代XM3就有很多的好評 當然大家平常討厭的風噪聲 這一次兩副耳機中都可以透過APP抑制風噪 Liberty 3 Pro跟XM4的降噪都是超過平均水準的 那國外的Review兩者的評價也是不分宣誌 那以被動抗噪來說 我想海綿耳塞的XM4還是略勝一籌的 Hybrid ANC加上V1晶片在搭載複合海綿耳塞的combo 世界彷彿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聲 以下我們進行Liberty 3 Pro還有XM4的主動降噪模擬實測給大家參考 Liberty 3 Pro 雖然比較常用的功能是降噪 但其實在很多場景下耳道式耳機也會需要使用Tone Toe模式 比如你在辦公的時候你可能會需要聽到同事在叫你 或是你在運動的時候你可能還是要對環境有警覺性 那這時候Tone Toe環境音的功能就很重要了 Liberty 3 Pro跟XM4的Tone Toe環境音都能把人聲提取得滿清晰的 那一些比較細微的聲音比如翻書聲或是打字的聲音 那兩副耳機都能聽得很清楚 那實測下來差異在於XM4的氣流聲率大一些沒有Liberty 3 Pro來的那麼自然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XM4有支援Speak To Chat的交談模式 只要你開口說話耳機就會自動暫停播放音樂 那接收環境的聲音 那這個功能聽起來有沒有很熟悉啊 欸沒錯就是類似的功能在Galaxy Buds Pro也可以看得到喔 以下我們進行Liberty 3 Pro還有XM4的Tone Toe環境音模擬實測給大家參考 大家還記得我最前面用耳機錄的實測嗎 Tone Toe降噪應該是我剛才講了那麼多Liberty 3 Pro跟XM4的比較中 唯一一個可以馬上聽出差異的功能 那這邊的優勝者我會給到Liberty 3 Pro 其實倒也不是XM4的通話降噪不好 它真的沒有到不好 那差異在於在安靜環境下Liberty 3 Pro的人聲更清楚 那XM4的人聲邊線稍微糊了一點點 並且在噪音環境下Liberty 3 Pro對於背景噪音的消除更明顯 那XM4遇到噪音環境的時候人聲也還是清楚 但你也同時會聽見沒有被消除的背景環境噪音 以下我們會進行噪音還有風噪環境下的通話實測給大家參考 耳機續航力的部分開啟NZ模式下的Liberty 3 Pro耳機 是6個小時充電艙額外再提供18個小時 那XM4的耳機是8個小時充電艙額外再提供16個小時 那在Ldeck模式下續航會再更低 那可以看到XM4這次在續航力表現上是比較好的 那充電方式兩副耳機都是Type-C充電 然後支援快充功能還有Tree無線充電很方便喔 Liberty 3 Pro在Soundcore App中開啟Device List 就可以支援1對2藍牙連線的功能 那這點非常方便 如果你同時在使用筆電跟手機 你可以直接連兩個裝置 那用筆電聽音樂 然後有電話的時候用手機接電話 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的藍牙耳機支援這項功能 Liberty 3 Pro支援Soundcore App XM4支援Headphones App 那兩者的客製化內容都算多 但是以豐富度來說Soundcore App是更好的 先說共通點 兩個App都有佩戴偵測、自訂EQ、環繞音效、抗風噪模式 還有自訂操作手勢 Soundcore App好的地方在於就算你沒有訂閱KKBOX或是Spotify Soundcore App中也有提供很多免費的版權音樂可以無廣告的聽 這年頭免付費的還有幾個可以無廣告 再來是預設的EQ模組 Soundcore App中有22組 那Headphone Apps是只有8組 不過要注意一下 Liberty 3 Pro的安卓用戶在開啟Ldeck模式的時候 要直接從App中開啟 也就是說 就算以上所有Soundcore App中的功能都不吸引你 你還是要下載Soundcore App才能有最好的音質體驗 再來說說兩個App中各自比較特別的功能 Soundcore App這次更新的Hear ID 3.0中包含兩大功能 Soundtest是針對個人的聽力去建議你最適合的EQ調音 再來AMC Test則是客製化降噪的曲線 Headphone App中比較特殊的功能是剛才有提到的 Speak to Chat交談模式以外呢 還有偵測你目前是在靜止中還是在走路戶外等等的自適應降噪模式 並且可以透過定位功能 記錄你常去的地方 固定經常出路場所的降噪程度 那我自己私心是比較喜歡 是兩副耳機都支援的環繞音效功能 在Netflix上追劇還有看電影的時候很有感喔 音質的部分我們分別用AAC還有LDAC模式下測試 那公平起見都是使用原始調音不做任何EQ調整 音樂 by bwd6 i can help you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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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 模式下的 Liberty 3 Pro 三頻分離度很乾淨 人聲靠前排一點 這次的低頻量相較上一代 2 Pro 收斂了許多 但不影響下潛的深度 可以聽得出來中高頻的調音偏冷掉 細緻度也更好了 那在聽 Take the Pan Away 的時候 副歌那段高難度的轉音情感傳遞的很到位 主唱的咬字出力點換氣仔細聽是聽得出來細節的 所以即使我對這個歌手一無所知 未能想像他在錄音室錄歌的樣子 L-Deck 模式下的 Liberty 3 Pro 原先AAC稍弱的縱向音場有被打開了 低頻的力量感增加 中高頻雖然解析度更上一層樓 但出現了一些我不喜歡的純齒音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打開 Solko App 把中高頻的 EQ 往下拉一點 AAC 模式下的 XM4 調音是屬於暖調 聲線飽滿 差異會是 Liberty 3 Pro 的穿透力更好 那 XM4 的力量感更強 低頻的感受是下潛深度跟 Liberty 3 Pro 是差不多的 那中高頻的細節跟層次感 比起 Liberty 3 Pro 相對弱了一些 但是感官上 XM4 給的刺激感是比較多的 因為每個細節都是紮實飽滿的 L-Deck 模式下的 XM4 原廠的調音顯得有一點灰暗 而且音場比較窄 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下載 headphone app 去調整 EQ 明亮度會好蠻多的 那跟 AAC 模式下的優勢一樣 力量感夠 但是邊線跟細節層次還是稍微模糊了一點 大家可能會好奇 既然 Liberty 3 Pro 跟 XM4 的規格都是堆好堆滿 怎麼卻偏偏沒有今年開始出現的低延遲模式呢 雖然 Liberty 3 Pro 跟 XM4 的藍牙版本都是 5.2 的低功率 但是因為兩副耳機帶來好音質的 L-Deck 在規格理論上是比 Aptex 系列延遲度更高的 所以我想在 L-Deck 下的低延遲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讓技術更成熟 雖然兩副都沒有支援低延遲 但是在看影片的時候是幾乎沒有體感延遲的 唯一感覺得到的地方是 如果你去看一些射擊遊戲的 Highlight 你很仔細的去注意彈道的話 才會發覺延遲的存在 那 FPS 遊戲 兩副耳機都會有些微的體感延遲 一槍一槍射就會感覺到 動作跟聲音間的那一點點空白 所以那如果你是主要玩 FPS 手遊的玩家 我想這兩副目前都得跳過了 以下分別用安卓還有 iOS 系統做延遲度的實測給大家參考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今天 Soundcore Liberty 3 Pro 還有 Sony WF-1000 XM4 的 review 重點 兩者的規格都很棒 算是今年藍牙耳機的頂規了 那你能想得到的規格 比如降噪通透 環繞音效 抗風噪 App EQ 調音還有 LDAC 兩副耳機都有支援了 那如果你要問我最後會推薦大家哪一副的話 我想我對於 Soundcore Liberty 3 Pro 的評價會更高 因為它在價位比較低的情況下 Liberty 3 Pro 贏的地方在於它額外支援了一對二藍牙連線 並且在最主要的使用場景 通話降噪跟音質上 3 Pro 的表現也更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對於這一次的評測有其他問題 或是你有更多想法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快回覆大家 那也別忘了訂閱TekTekTek了科技說 還有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比 OK NICE